我們的狂人基因 我們的狂人基因 我的狂人基因 我的狂人基因就是 早起床 這個行業沒有什麼人早起床 所以早上七點多鐘 開始至起碼十點多鐘 唯一的娛樂圈 Live只有我一個 是我完全不用睡的 夜難人症的時候我就會想 究竟我接下來的新歌要做什麼主題 我接下來的曲風想怎樣 所以我要多謝我兒子 給了很多很多的me time 就是人多手腳亂 AKA人多好辦事 人多好辦事就是 我們人多世眾扮什麼事都好 另一方面就是 人多的時候就會手腳亂 十二個人每個人一個狂 十二個人就十二個狂 好狂 我在上台之前我習慣吃很多很多東西 去幫助我舒緩我的壓力 做秀前吃很多東西 還有喝很多東西 那我們有什麼作用的呢 就是開秀後頭五首歌 我們會很厲害 最厲害的 一點東西都不會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可以達到 這個飽吹我唱的最高水準 能夠隨時轉換狂和不狂 是可以一秒就變的 我覺得我這個隨時轉換的能力 是很有助我去創作音樂 還有在不同場合的時候 呈現出不同的歌聲的 不理世俗的眼光 去發揮到自己淋漓盡致的 氣場去表演的 蹲下起來不頭暈 我們現在表演 蹲下起來不頭暈 一二三 在我的聲線上 因為我的聲線是特別響亮的 還有我的聲線可以幫我鼓勵 就是例如 兩天拍兩個MV 這個經驗 令到我們在之後的拍攝和編舞 都非常之有效率 我即時想到 有些遺傳是我爸爸的 我想他這個小辣椒的狀態 無論是他 他喜歡唱歌 他又喜歡踢球 還有其實他都很喜歡畫畫 這幾樣東西其實都是 有遺傳給我的 MELODY出來 我們就可以獲得你了 這就是我們的狂人基因 試過全日只吃燒賣 吃了五十多粒 然後還寫了一首歌關於燒賣 然後還用了十日做這兩粒燒賣 這個很狂 外表 譬如Marco就是身形 一定有著數 平時可以展示一下機 George就是零死角 我就是走那個Sexy風 不過今天就扣了樓 售不出來 打不死 就算你怎樣跌我 怎樣去攻擊我 怎樣都好 就算只剩一滴血 我都會繼續做音樂 我們八個人會有 八百個人的性能 所以我們每一次表演都會 非常之 遊戲分 我覺得是食字 我是一個食字狂人 因為我日常真的非常喜歡食字 例如見到鄧小巧 我就很想吃小巧 例如見到陳泡月 所以我就會想這樣 我們的狂人基因 應該都是在戚測中狂坐 每年戚測的班長 一定會坐在那裡 是嗎 對 坐坐下就會開誤 所以每次我看到很多藝人 坐到上台獎 我是很感動的 2024年度 戚測樂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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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測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 他會不會再次見到 他會不會再次見到 一個顏色的小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